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網友好,我是盧斯達 我的節目就是 星期三十點鐘的盧斯洞眾 希望大家踴躍用月費支持 你的支持對於我和MyRadio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請大家每個語行去解囊 多謝大家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Hello,歡迎收看香港製造 今集只有我基基一個 大家其實很少見到我一個人在做節目 因為其實我今天都很緊張 因為我做了三年多香港製造的時候 我都沒試過一個人去做節目 因為平時一定有八神、Tony、詩晴、Jeremy 那些在陪著我 我一個人就很緊張 又沒有一個人可以跟我對著說話 我就變成好像對著牆的說話 但是我都知道會有聽眾聽Live去支持我們 其實為什麼會沒有我的partner呢? 因為今天八神就病了 Jeramy、港姐 他們都各自有他們自己的事情去做 不過其實我今早都跟八神、Tony、詩晴 他們見過面的 如果有看我們Facebook 就應該會知道我們今早去做了什麼 我們今早其實就是去了拍外景的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都很久沒有看過我們的外景環節 因為大家都各有各忙碌 其實有看到Facebook 即是看到MyRadio的Facebook的聽眾、觀眾、支持者 都知道我們的節目到下個月尾 暫時會有一個休息 因為八神會離開香港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了拍一個終極外景 終極外景究竟是講什麼題目呢? 就不會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就去到我們的Facebook看看 但是終極外景的環節都開心 因為我們都邀請阿詩晴回來一起拍這個終極外景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看這個終極外景呢? 就要看一下八神的剪接功力 不過我相信很快 因為他的能力是怎樣 講了一點點近況 究竟今天只有我一個做節目的時候可以講什麼題目呢? 其實我一個人做節目的時候 我都想了很多情懷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很多都遮蓋過 但是我發現原來有一件事未遮蓋過 那我怎樣去進入這個主題呢? 我就是想起下個月12月就是聖誕節 通常聖誕節大家都一定會去轉造型去迎接聖誕節 又或者接下來一個新年 新年前都一定會去做一件事 那他們就是去剪頭髮 那剪頭髮呢?當然是要講香港的salon 那其實香港的salon我們就沒有遮蓋過 那是不是一開始就已經有現在這麼新鮮的髮型屋呢? 那當然不是啦 那其實呢 在現在大家多數就會見到一些很潮流的髮型屋 通常都是洗剪區啊 有現在還有 我剛才走過來的時候 發覺有很多髮型屋 現在還有修夾啊 什麼按摩啊 那些服務 我不知道為什麼原來現在的髮型屋是去到這麼多 因為除了洗剪區就很基本的 但是電髮啊 圖瓷曲法啊 負離子啊 這些就是比較我認識的 但我猜不到原來現在是有了 膠甲啊 什麼按腳啊 原來是不是現在呢 發營工是有一條龍式的服務 這麼厲害 不過呢 我自己呢 就發覺 現在多了那些50元10分鐘剪髮的店 因為他們是便宜嘛 便宜嘛 便宜了 便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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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是很有錢的 那大家其實對理髮這個概念是沒有的 那現在因為我們叫理髮的嘛 去髮型屋理髮 就是文皺皺一點 但是呢 其實呢 大家都只是說去非髮啊 或者去剪頭髮啊 而不是說去理髮的 那也都沒有髮型屋這個稱號 那以前小時候 即是40年代的時候 就是叫做非髮譜啦 或者是 就這樣說非髮 那就是完全沒有髮型屋這件事的 大家都不會知道髮型屋是什麼來的 那更加沒有髮型屋 髮型屋這個姿勢啦 更加沒有啦 那以前的人怎樣叫剪頭髮的人呢 就是 不是理髮師 是叫非髮佬啦 那這個是比較 俗氣一點的說法啦 那如果斯文少少 就會叫做理髮師傅啦 都尊重少少的 那究竟 什麼是非髮呢 非髮是什麼來的呢 即不是 illegal 那個非髮啦 即是 飛來飛去那個飛啦 飛機那個飛啦 頭髮那個髮啦 其實呢 非髮呢 源自於 FIT FIT 那為什麼會是FIT法呢 FIT法又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在清代的時候 那時候呢 男生呢 都是 紮邊啊 就是紮邊啊 就是紮邊啊 然後又在頭上戴帽子 那樣 那到清代的時候 就要剃頭啦 紮邊啦 那都是沒有剪頭髮的 那些人都是很長頭髮的 那些人都是很長頭髮 那剪髮那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 說在文國時期 就是 剪了他們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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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邊子 好像 齊齊齊齊 一次過 抓這樣 那你們就看到 他們的尾 就是很齊齊的 那為什麼那時候 那些人呢 就 那些頭髮就是 披頭散發的 就是這樣啦 我都有點病 對啦 就有點 不男不女 這樣 然後呢 就演變了做 理髮的東西 就是要整理一些頭髮 那 到 上 其實呢 理髮這件事 說 為什麼會變成 fit法呢 因為fit法呢 是上海的 當地的謊言來的 那fit呢 就是 那 就是 為什麼 剪頭髮不是用cut 而是用fit呢 那 就是 因為fit 就是 fit是什麼意思啊 FIT 就是適合你心髓 就是fit了 那 就是 等於 你理髮一樣 你的頭髮 就是處理得 貼貼伏伏 那 那 為什麼 香港 會在50至80年代的時候 突然間 興起了 上海式的理髮店呢 因為 其實 比起現在 其實上海理髮店 只剩下很少的 就是 主要 都 不會說 現在 你看到 還有很多 上海的理髮店 上海理髮店是有一個特點的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說 而 他們標榜的技術之餘 還有 又著重服務 所以 都很受別人的歡迎 還有 因為 他們的 就是 服務 好 那些人才會 回頭 光顧 雖然現在 都是 普通的 發營屋 都是 但是 什麼時候 開始有上海理髮 這件事 就是 50年代 開始 大概 40年代 50年代 上海理髮 是一些 師傅 就是 舖頭的師傅 是來自 揚州 就是 大陸的地方 當時 或者 剪一些 當地的 髮型 比如 你去 可能 你現在 走進去 我要剪 劉德華的髮型 以前 都是會有的 可能 想剪 什麼什麼 著事的髮型 要 特意去到 髮型屋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1940年代 上海人 就走了 去香港 而 廣東人 都習慣了 叫北方人 在別的地方 來的人 做上海人 所以 就有 上海理髮 這個名字 我們 剛才所說的 非法佬 上海理髮 的非法佬 究竟他們的衣著 是怎樣的 通常 現在我們去 普通髮型屋 就看到 大家都是 那些髮型師 都是 casual wear 或者染到 紅紅綠綠 金色頭髮 彩色頭髮 都有 highlight 但是 懷舊的時候 那些老師傅 通常 經驗 和年紀 都是不小的 都有一定的經驗 或者是 很小 過入行 很小 過入行 之後 慢慢慢慢 剪到老 都留在 那些 他們的衣著 通常都是 白衣 制服外套 還有 穿西褲 令人覺得 那個感覺 很乾淨 很淋 我的意思 不是現在 那些 不乾淨 不淋 但是 這個是以前 那一代的 那個文化 現在 你就算 走進去 一些 上海的 理髮店 你都會 看到 那些師傅 穿著白色 好像 酒樓那些 侍應 那些 衣服 白色 白色 然後 穿著 黑色的 西褲 大家可能會 留意到 走進一間 髮型屋 現在 就算你走進一間 髮型屋 之前 你都會見到一件事 就是 大家一說髮型屋 就有一個 標誌 是什麼呢 那個標誌 就是 我們去 第三張照片 那個 轉轉那個 我們可以先看這張 這張 其實 就是 上海 新亞理髮公司 我在網上找到 它寫著 有 男女 理髮公司 這個 不是 下面 那個是 男女理髮公司 其實 會見到 它上面 有一個 紅白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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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的 轉轉轉 那個轉轉轉 我們看一下 第 我也忘記了 第幾張照片 是 相四 對了 第四張照片 那 究竟 為什麼 這一個 會是 髮型屋的 標誌 我相信 沒什麼人 沒見過這件 當然 這個是一張照片 平時它會動 是一個動態的 轉轉轉 就好像螺旋 你看下去 都會覺得 好暈 轉完了沒有 其實 它的由來 都是上海的理髮普 帶來的 關於 傳統的 經歷 來歷 其實它有一個說法 就是要追溯在 法國大革命期間 革命分子 就是為了逃避一些 追捕 而躲在髮型屋 革命成功之後 髮型屋 就插 一些國旗 在門外 以示表揚 這間髮型屋 救了它一命 久而久之 就成為了髮型屋的標記 紅白藍這三個顏色 其實就是法國的國旗 這個是說法 但是我就不肯定是否真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可能是 香港 以前可能 內地來香港的人 他會用紅白藍膠袋 然後 之後 我不知道 總之可能他放在門外 然後覺得 有多襯 多抓到別人的注意 所以 他就 轉了做紅白藍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其實 可以回來 看了兩張照片 說回我自己 有沒有去上海理髮店的情懷 其實我是沒有的 因為我自己 覺得 可能是年輕人 你不會去一些很懷舊的店 去剪髮 還有 上海理髮店 有一樣很有趣的東西 他就好像 給我的感覺 就是 他好像 專門服務男人 那樣 好像是男人 才會 走進去上海理髮店 去飛髮 那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之後下來 我也會繼續說 其實 上海理髮店 他就很多 很特別的東西 那 其實 我開頭以為 他只有 男人進去 但是原來 上海理髮店 是有分 男女奔部的 但是 最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們 分男女奔部 當然是男還男女還女 所以他們就不會一起坐 師傅也是分開坐的 那 做開女客人的師傅 很多都是懂得跟男客人做的 即是 剪頭髮 懂得幫男客人剪頭髮 而做開男客人的師傅 他們就不會跟女客人剪頭髮 因為 以前對於 那個 年代來說 剪頭髮 即是幫女士剪頭髮 是另外一門技術 所以 會剪男的 不代表會剪女 會剪女的 會剪女的 就會會剪男的 聽上去可能有點亂 總之 女士 就是剪頭髮 即是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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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四五十年代 電髮是很熱的 很多人都會特意走進去 電髮 但其實電髮是一些 即是不像現在 我們去髮型屋 這樣 可能捲捲捲捲 然後加點電髮水 然後 之後 再 再又有一個蒸氣 焗在你頭髮 焗很久 然後焗到差不多 然後他就幫你剪頭髮 以前就是一些冷湯 完全不需要加熱 純粹是用一些藥水 去令到你那個髮質 頭髮的角質改變 角質層 其實我就不太知道角質層是什麼 令到那個髮型 那個型態變了 即是可能他是 墊了之後 即是他下了那些水之後 然後你就捲他 你捲完他 捲捲捲 接著到差不多 他就會定了型 接著 他就變了 可能變了曲 變了曲之後 再用一些定型水 去定了一個型 令到 這樣就做到一個電髮的效果 其實這些都是幾浪費工夫的 所以可能 做開男的師傅 不會跟女的客人去做 都是合理的 對 那麼 上海理髮店 通常 通常 他除了有 男奔布 還有女奔布 他還會 如果他幫小朋友 剪法 他又會有一個 不同的待遇 通常 他會在他們的椅子 木板 會多加兩個 兩個 手柄 令到小朋友 可以 坐高一點 因為坐高一點 小朋友 很小顆 小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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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 加上軟墊 令到小朋友 坐上去 舒服 和大顆 小顆 但是 我們現在 剪頭髮 通常都說 洗剪吹 洗剪吹 通常 洗吹 是一個價錢 洗剪吹 是另外一個價錢 究竟 以前的 是不是只是 洗剪吹 以前 原來 洗剪吹是有的 但是 次序 就不是這樣 不是現在 洗剪吹 叫得那麼順口 其實以前 是有 先剪 後剃 剃是什麼呢 剃就是 剃鬚的剃 其實它是剪刮 洗吹 剃完鬚 再洗頭 再一次吹乾 我們可以看一下 第二張照 第二張照 其實大家都不用說 就知道 用剃鬚 當然師傅 就不會 用上海理髮譜的師傅 當然不會用 電動鬚跑幫你看 他們 全部都是用 剃鬚刮刀 去幫 客人去刮 剃鬚 他們會怎樣做 首先 他們會在客人面上 塗一點點鹼 令鬚 應該軟化了 因為我沒有剃鬚 再用毛巾去敷面 對 再用毛巾去敷面 然後鬚巾就會自然軟 滲入毛孔就會軟 然後 然後 他們還有一個剃鬚刀 一刮 就已經是 即是 跟電動鬚跑的原理 是完全不同 還有 以前 那些 去法營屋 上海理髮店 你一 去按門鐘 因為以前是 可能上二樓 那些 不會是地鋪 然後 他們可能一叮噹 又或者 他們在門口的時候 有些鐘 一叮噹 師傅就會自自然然 知道有客人 什麼都不用說 那客人 進到門口之後 他都會自自然然 乖地坐在那裡 師傅就會幫他做齊 剪刮洗吹 四個動作 很搞笑 我覺得 如果 剃鬚 我不會想到去法營屋 那裡剪 不會想到去法營屋 那裡剪 但也是因為 有要去法營屋 剃鬚 這件事 我知道 要有法營屋 有得剃鬚 令到我更加覺得 上海理髮店 那些法營屋 就是 對男人 專用 我不會想到 他有女性的 部門 還有 你進去 現在 我們去法營屋 你們會怎樣 通常都會問你 reception 那個女生 reception 那個女生 通常會問你 你有沒有找哪個師傅 想做什麼 通常都會問你 找哪個師傅 以前 沒有找哪個師傅 因為 每個師傅 技術都很純熟 所以 沒有特定 找哪個師傅 你要的東西 師傅都會做 每個人都 不會有現在 你找那個師傅 加10元 最多 他們只不過 會再幫襯那間法營屋 但是 以前 上海的法營屋 雖然沒有找哪個師傅 但是 有一些很獨特的東西 就是 他們有 代客三寶 代客三寶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只要你坐定 師傅就會 給你一個塞毛巾 你去擦手 要給你一個深毛巾擦手 那麼像 那些茶樓 給你擦手 可能他知道 外面大塵 然後先擦手 進來 好像家裡一樣 很舒服 除了有毛巾之外 雜誌 我們現在去的salon 還有 原來 是有小煙 在 發營屋裡面 那 因為 這三樣東西 傳統 都是會有這三樣東西的 那 非法埔裡面的人客 會吃煙的 會 以前 現在就說 周圍都禁煙 但是以前 很多人 都會在非法埔裡面 吃煙 就是覺得 這個都是自己放鬆的地方 我剪頭髮都想放鬆 他就不會放一包煙 給別人吃 而是 也不是拿煙盒 去栽 而是拿以前 一些圓桶 圓桶型的 以前是最流行的 一些圓桶型 然後就可以放三十幾 四十支煙 的小罐 我想 好像 你們幻想一下 是一個 筆插筒 這樣 然後 他就放了煙 然後就遞給客人 但是 現在 就是 現在的 上海理髮店 就只會 遞毛巾 而煙仔 和雜誌 都是放在一邊 那 如果客人喜歡 就會 自己隨便拿 就是 不需要問的 就是 都好做到 我想 我猜做 上海理髮店 那些 都是 熟客仔 不會 無緣無故 走進去 貿貿然 去剪頭髮 我覺得 還有 有一件事 就是 他們 就會 那個毛巾 就不是 捉均組安的毛巾 捉均組安的毛巾 就是 茶樓那些 但是 為什麼他們 不是用 捉均組安的毛巾 可能大家覺得 以前那個年代 很多 人都是用這些毛巾 但是 其實 因為 捉均組安的毛巾 因為師傅說 是不夠吸水 所以 他們自己會 特別訂造一些 吸水力強一點的毛巾 就 給他們那個 店 說到這裡 其實 《非法譜》 還有很多 特別的 小知識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們不如休息一會 之後 我們回來 第二節再說